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维路STARTALK 我是策略师 姚杰影 大家可以叫我做美心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 请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今天的题目是 要关心青少年自杀问题 拜托 又推辞上学时间做起 继日有很多人关注青少年自杀的问题 但说来说去 都是说自杀是个人问题 和制度无关 这个社会问题讲了很多年 但情况就越来越差 莫非真的和制度无关吗 让我这位专业人士 和三个小朋友的妈妈 和大家探讨一下 我三个小朋友分别是16岁、15岁和7岁 有两个正值在青春期 其实他们经常都和我说 妈妈 其实我们这么早上学 是很累的 我们上学还早过你上班 放了学后 还有一大堆的课外活动和补习 回到家已经是8点多了 吃完饭才做功课 到凌晨12点才做完 第二天又是6点多便起床了 你说他们在这样的生活节奏之下 累不累呢 我和他们说 妈妈想倡议要推迟中小学生上学的时间 他们都举一脚赞成 他们的同学和我大学的同学 看完我近日见报的文章 都赞成要将中小学生的上学时间 推迟半个至一个小时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倡议呢 因为我确实看过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报告 不如我先从香港近日的数据讲起 香港大学香港财卖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 叶少辉教授的研究团队 连同香港名爱香港小童群益会 香港青年协会香港青少年服务处 和圣瓦各复群会五家慈善机构 在2023年11月初举行了联合发布会 会应近来香港学生自杀个案急增的情况 在2020至2022年的三年之间 全港中小学向教育局回报的 学生华尔自杀身亡个案数字 分别是2020年的21宗 2021年的25宗 和2022年的25宗 但在2023年至10月的数字 就已经是27宗了 数字是明显有上升的趋势 而根据死印庭的数据 原来在香港在2013年至2022年的10年之间 香港19岁以下青年自杀身亡的数字 就由10年前的15宗上升至40宗 10年之间上升近两倍 情况确实不似是单单的个人问题 就能解释到 而是严重程度是会令人担忧的 那么青少年自杀率上升 是否只是香港独有的现象呢 不如我带大家看看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数据 2023年8月公布的数字 全球每年有超过70万人死于自杀 而在15至29岁的年龄群组之中 自杀是青少年第四大的主要死亡原因 而在2019年 全球的平均年龄标准化自杀率 每10万人就有9个人 而香港童年的数字是9.9人 香港所有年龄层的自杀人数 都是高于全球的平均值 那为什么香港会有这么多人去自杀呢 其实香港人生活压力太大 好不够是有关的 那么美国又做了些什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美国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 知道有近八成的中学生 出现睡眠不足的状态 美国众议院就在2020年做了一个决议 每年的9月第3个星期 定为学生睡眠健康周 各个州政府也透过政策和教育推广 来昌导睡眠的重要性 美国西亚图校区自2017年起 在区里面的初中和高中的上学时间 战后了55分钟 Science Avant报告 美国华盛顿大学就这项新症的研究结果发现 学生平均获得额外34分钟的睡眠时间 使得他的考试成绩和上课的出席率都有所提升 学生也更加守时 相比起美国 香港的大学 我确实没有就学生的睡眠时间 课堂表现 心理质素和知识率做过研究 其实我们这些成年人 大家都经历过青春期 或多或少 甚至有朋友曾经尝试过自杀 不幸的或者已经身亡了 当中有一个可以预早确实到的先兆 就是这些朋友都会遇上不同程度的失眠 大家都生活在自走急速的城市之中 压力是很容易使得人的睡眠失调的 我希望香港大学和学术机构 像外国那样 能够多探讨是否我们过早的上学时间 造成不断的上升自杀率 而不是只停留在重复化 青少年自杀是个人问题 而不是制度问题的陈康南表